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究竟是谁 他大概是生活在什么时期的人 独孤求败这个名字 在金融武侠世界中 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虽然从未出场 但是金融两本书的男主角 全因得到他的传承 从而无敌于天下 而按照独孤求败自己的介绍 其生平非常惊艳 纵横江湖三十余仔 杀尽仇扣奸人 百姓英雄豪杰 天下更无抗手 无可奈何 唯隐居身骨 以雕为友 呜呼 神贫求一敌手 而不可得 成寂寥难堪也 那独孤求败究竟是谁呢 首先金融本人在写作上 不喜欢挖坑 因此独孤求败就是独孤求败 不可能是王重阳 卓不凡 慕中富 又或者是其他人 其次杨国在见到 独孤求败的传记后 认为武林各位前辈 从未提到过独孤求败其人 那么他至少也是 六七十年之前的人物 并且杨国在剑法大成后 与求贴任有过交手 当时的伊登大师 正站在一旁观战 原文写道 伊登越看越奇 心想 这少年不过二十有余 竟能与当代一流高手 球铁掌打成平手 自己见多识广 却也认不出 他的武功是何家属 这柄剑如此沉重 以奇妙之质 由此可见 伊登对杨国的玄铁剑和武功路数 是一无所知啊 杨国猜测 独孤求败是六七十年前 恐怕都猜少了 毕竟此时的伊登 就已经是八十多岁了 参考独孤求败 纵横江湖三十余彩 其生活轨迹 最少也有三十多年 并不是昙花一现的人物 如果独孤求败是近百年的人物 伊登大师不会一无所知 以至第一次华山论剑时期到天龙结尾 只有八十年左右 江湖上出了个撰写 就因真经的不出奇才 黄肠 此人可以看作是天龙八部 到王冲良时代的天下第一 黄肠的活动时间 再往前推几十年 就是天龙八部 乔峰 虚竹 段玉的故事 独孤求败存在的时间线 大概率不会和这些主角们重合 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究竟是谁 他大概是生活在什么时期的人 看明白他姓氏的起源和活动区域就知道了 独孤求败姓独孤 该姓起源于北魏时代 北贤卑部罗 是北魏八大姓氏之一 这个姓氏被熟知是在隋唐时期 比如隋人帝的皇后就叫独孤加罗 独孤加罗的父亲独孤信 是历史上的著名帅哥 因此独孤这个姓氏在隋唐时期非常活跃 另外独孤求败在剑种留下的第一把利剑旁的批注是 林立刚猛无坚不摧 若关前已知与和硕群雄争锋 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和硕 和硕是一个地域性名词 指黄河以北 大概区域是现在的山西 内蒙古河北全境 山东陕西的一部分 而这个区域在北宋时为辽国和西夏战局 五代时期勉强服和 是在当时的五代中 梁唐进汉州时期 独孤求败若冠前与和硕群雄争锋 猜测很可能当时这些地区都是中原领土 这也与独孤家族的家族发展史颇为吻合 而隋唐正好还是一个开放的过渡 另外和硕最出名的是和硕三镇 和硕三镇是唐朝末年 藩镇割去时位于和硕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 甚至还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唐朝新王 而和硕三镇名震天下就是发生在安史之段之后 直到五代后晋皇帝石敬唐 把和硕三镇的大部分地区送给了起单 和硕一词才开始淡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则是幽云十六周 如果以和硕三镇为主要线索 独孤求败大概率生活在安史之段之后 五代时的后晋之前 再参考杨过认为独孤求败剑种全只占尽形势 认为他是一个文物全才 报复非常之人 有点深于乱世的意思 以姓氏和独孤求败 年金时的生活轨迹看 独孤求败应该是唐朝中后体人物 早于天龙八部时期 一百五十年以上 早于射雕时期 二百五十年以上 这个时候估计有人会问 考虑过神雕的年龄吗 只有小说中的神兽向来都匪夷所思 并且金雍先生真的考虑过神雕的年龄 神雕侠侣十六年后 杨过带着郭湘去百花谷 找老顽童周伯通 周伯通在看到神雕后大感其意 而杨过此时说的是 这位雕兄不知已有几百岁 他年纪可比你老得多啊 杨过此时与神雕 已一起度过了十六个年头 杨过此时能说出这种话 应该不是幸苦开河 因此神雕真的可能已经活了几百年 如果这么推算 独孤求拍大概是唐朝时期生人 主要活动时间 很可能是在安室之段之后 五代后进之前 另外 这样也可以避开慕容龙城 与肖子等人的活动时间 毕竟慕容龙城也有着天下第一居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